等一下上街 我回去了 拿这个坏地去去 我等一下 我回去了 你能拿上吗 我问你个事 你要干嘛 正经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男的不愿意当上门女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当上门女去 肯定不愿意的 为什么 自己嫁要挺好的 要去做那上门女去 这样子做就不行 那你做那女的嫁给男的 为什么要去男的呢 你们的私家到底想怎么 她肯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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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 你说出来吗 你想想 那个干活 你是男的去干活 嗯 像我这农村的话 你来着 要男的去 去去 去另外 娱乐城市上门的话 出去外面干活 别人也没有认识 嗯 等一下你叫别人帮忙 等一下 别人都 没准什么也帮你 哎呀 讲这种那你一个女的 还有去男方 大还不是一个都不认识 哎 那女的你肯定 肯定做事做少 对不对 做事做少 那在家里更加 我两个人说话都没有 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可以出去玩了 去哪里玩 你不愿意去哪里玩 我就是不明白 我今天我就问 那你 那你 我去我去我去 你说个理由 为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当上门女去 到底去 你要去当上门女去 去当上门女去 又不用 打以前 为什么你们男的那么排斥 这个问题 是要面子还是什么 那你是要面子 那是因为什么 那上门的总体关门好 为什么不愿意跟 反正就是 刚刚跟你说的 哎 我不明白 我都问个清楚 为什么那么多男的 一提上门女去 就说不要 如果女方家里条件好呢 你们愿不愿意 就是说 阿姨 我 我不想努力了 对完了 我就问你 有房有车 住城里面 你们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嗯 你说农村女孩 召上门女去男 那城里面 你们愿不愿意去 反正 我不 我不想去 你就是意思是说 宁愿光这棍都不去是吧 那肯定了 不明白你们是啥 讲的 那人家上的女婿 也不是好好的 总比你一个人 以后孤零零的好 你女婿以后还有 怎么可能不跟您的 也要那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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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话 太太太多了 养老院 你有那个能力去养老院吗 真的 一起怪地了 不怪你 叔叔要走了吗 走 一起去 顺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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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